你有没有发现 曾经万人空向的港姐选美 已经没有人过多关注 大众对他们的印象 仿佛还停留在李嘉欣 张曼玉和蔡少凡 这一代香港女星的面孔中 风华绝代的港姐们大多以美人耻目 当年香港大街小巷不是流传这么一句话 最富不过李嘉诚 最美不过李嘉欣 而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 香港最有钱的依然是李嘉诚 最美港姐的标杆还是李嘉欣 如今的港姐容貌惨不忍睹成为大众笑料 不再作为后起之秀而声名确起 更多的是昙花一现 相当小姐为何风光不在 持续50年的选美盛世 还能否再创辉煌呢 其实早在1946年就举办过选美比赛 参选嘉欣大多是来自舞厅的歌女 间接成为达官贵人们消遣的活动 直到1973年 TVB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将选美规范起来 赵雅芝勇敢穿上泳衣接受大众的审视 尽管她在比赛中获得电军 但随着白素贞和上海滩等聚集的热播 成为首位在娱乐圈大红大紫的港姐 优雅几十年如一日成为动灵女神 侧面说明选美能让平民女孩飞上之头 1977年冠军朱玲玲绝对堪称传奇 开创了港姐嫁豪门的先河 当选次年与霍振廷举办婚礼 诞下三个优秀的儿子 老大霍启刚后来迎娶跳水冠军郭晶晶 大众对朱玲玲的认知 便转为郭晶晶的婆婆 到了经济腾飞的八九十年代 利于时代朝头的港姐也迎来了凡胜期 那时候选出来的港姐 有识破天惊的李嘉欣 向来嘴读的香港媒体都不吝赞美 有高学历知性美的郭爱明 有不到19岁就轻松夺冠的亮亮袁勇姨 也有引领短发潮流的都市美女陈法 不负从前的辨识度 然而任何赛事在达到巅峰后都会遭遇滑铁路 1993年 莫可欣暴龙打败大热选手郭可英 评审成龙特别欣赏莫可欣的知识储备 力挺他成为总冠军 引来香港市民无数的唏嘘声 众所周知 无限老板邵逸夫每次出席重要礼仪活动 都是由英界的港姐冠军陪伴 而这一年他却一改常规改换其他女议员陪同 侧面表现出莫可欣并不受带点 甚至有人调侃莫可欣破坏了选美风水 从这一年开始港姐竞选走上了下坡路 往后还能被大众叫出名字的 只剩97年季军蛇士曼 98年冠军向海岚和99年冠军郭县妮 其实如今回过头再来看一看 莫可欣的颜值并没有那么差劲 或许是当时大众的审美眼光太高 再来对比2017年的这场比赛 季军黄伟奇的颜值似乎并没能令人眼前一亮 而雷庄尔夺冠后更是遭人诟病 他既不会说粤语也不会说英语 甚至牙齿方面还有些小瑕疵 只不过是有钱有势的父亲 在背后为女儿的新途铺路造势罢了 长相甜美可人的何怡婷 因为没有过硬背景只能屈居亚军 选美背后成为资本运作 逐渐地背离了初心 这几年的冠军很少和当年那些人一样 会在娱乐圈闯出一番名堂 大多都是趁着热呼气嫁入豪门 也难怪主持多年的司仪曾志伟 会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回应如今的港姐 港姐这只曾迷倒众人的城市香水 其实早已不香了 究其原因是香港娱乐圈的低迷 过去内地一人争相南下赴港发展 现在变成了港星北上捞金 香港经济放缓加制人才流失严重 自然也无法像原来一样 能够轻松捧出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再也看不到百花齐放的女明星 男明星也只剩下古天乐 刘青云 张家辉这些老辣肉还在卖力拍戏 当我们唏嘘港姐衰落时 其实也是探玩香港影视业绝代风华的远去 更是在惋惜这座城市影响力的远去 传奇落幕 再无岁月可回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